美股上週五下初拖累港股今早低開51點 早段跌超過100點 低見過23,711點 其後在內地股市大動下到升超過100點 恆指中53,940點 升117點 恆指中51,788點 升76點 中央電視台315晚會曝光多間上市公司存在問題 其中中移動和騰訊都是榜上有名 不過將今週公布業績的中移動和騰訊分別做好 升超過2%和1% 帶領大市上升 至於法國 或者會對匯豐涉嫌協助富豪土水而提出刑事調查 拖累匯豐再跌超過0.5% 失守65元的水平 破底低見過64.35元 大摩下調今年博彩收入預測去到下跌25% 豪島股下錯 其中榮里、美工梅、澳博 齊齊破底分別跌超過1%至2% 另外銀魚和金沙分別跌0.5%至1% 國際油價持續向下 紐約4月旗遊這麼早一度創新低 航空股向好 南方航空升超過2% 東航升超過1% 國航升超過0.5% 紫石油石化股偏遠 中海油跌接近0.5% 中石化跌0.2% 中石油半日沒有升跌 照顧股方面 九倉去年的核心盈利跌7.3% 差過市場預期 股價積候跌超過2% 山水水泥發營景 預計去年順利跌超過6成 股價跌超過5% 香港款頻和百克來首與珍池評級 股價做好價升超過3% 破頂高見過9.88% 成交股股方面 內地股市做好 上升指數重上3400點水平 岸石A50 南方A50分別升超過1% 收視之後還有3分鐘視頻再見 城市 北京 阮